又到了春暖花开,种花种菜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来说说肥料 关于有机肥和无机肥哪一种好 又该如何使用的问题一直是很多人争论的话题 有机肥和无机肥有什么差别,在使用的时候又该如何选择呢? 我和大家分享一点我所知道的吧 我们先来说说肥料的种类 第一种是有机肥,有机肥我们通常也称为农家肥 凡是以有机物质作为肥料的都可以称为有机肥 有机肥的主要原料来源是动物还有植物的产体 比如我们通常有的花园里的树叶、杂草、厨余 以及猪、牛、羊、鸡的粪便等等 经过生物发酵而做成的肥料 它具有种类多,来源广,含有养分也多的特点 但是相对来说含量低,释放也比较缓慢 第二种就是我们说的无机肥,也称为化肥 它是由无机物组成的,主要包括蛋、磷、钾等等单值的肥料 以及一些按需要人工配置的符合肥料 第三种是生物菌肥 菌肥过名思义就是菌加肥 菌就是各种有益的微生物 肥可以是有机肥,也可以是蛋、磷、钾、微量元素等等无机肥料 之前在给大家介绍Costco的几种花园、花盆土的时候 有提到其中一种土是特地标明了Microactive的 也就是说含有有益的真菌 菌肥主要优势在于它含有的有益菌 这个我了解的不多,今天我们就不讨论了 今天我们只说一下我们家庭常用的有机肥和无机肥 那么这两种肥料有哪些优缺点呢 我们来看看,有机肥最主要的优点是含有多种有机酸以及蛋磷钾 还有微量元素等等营养 不仅能为农作物提供全面的营养,而且肥效比较长 可以增加和更新土壤里的有机质,促进微生物的繁殖 也可以促进根系生长,并且有改良土壤质量的作用 缺点就是使用有机肥存在着养分含量比较低 而且它不容易分解,吸收也慢,不能及时的满足作物生长的要求 自己家里传统的有机肥制作和使用也不是很方便 因为动物的粪便,垃圾等等有机肥物也都是比较脏烂臭的物质 其中还有许多病原微生物或者混入某些我们不知道的毒物 处理不好就是重要的污染源 现在我们来看看无机肥最主要的优缺点 因为无机肥是矿物质肥料,它具有成分单纯,含有效成分高的特点 特别的,它有益溶于水,分解快,很容易被根系吸收的特点 是一种塑效肥料 缺点就是因为无机肥是化肥,是把高纯度的无机盐加在土壤里 这些盐溶进土壤以后被植物吸收,虽然吸收得非常快 但是由于无机盐的浓度比较大,很容易造成土壤酸碱平衡的破坏 而且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容易造成土地板结,危害了环境 我个人觉得家庭种菜在使用的时候最好是两种一起用,才能有最好的效果 我查了很多资料,现在来对比一下 第一,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的作用其实是不同的 有机肥含有大量的有机质,除了氮磷颊以及微量元素外 能有很好的改良土壤的作用 无机肥的主要成分是无机养分,它的养分比较单一,含量很高,肥效很快 但是如果缺失了有机肥,土壤环境容易越来越差 而缺失了无机肥,可能会导致作物生长缓慢 第二,有机肥和无机肥的养分其实是不一样的 有机肥含有多种养分,还有微量元素,使用的时候更加平衡全面 而无机肥相对来说养分比较单一 比如说蛋、磷、甲,它只是非常单一的肥 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需要买到混合的无机肥 第三,有机肥类似于缓氏肥 肥效期是比较长的,但是释放比较缓慢,每次的用量也非常大 比如家里用的牛羊粪有机肥,每年春天我都要买好几十大 时间长了,菜地会堆积的越来越多 而无机肥都经过了提存,使用量比较小 有机肥虽然可以买到,但是很多朋友喜欢自制 如果是自制的,一定要充分发酵,一直到完全的腐熟 否则的话很容易带来病虫害 而且经常的,它其中含有很多病原微生物会污染环境 对人体其实也是有害的 无机肥是化学制品,可以直接撒在地里做肥料 也可以根据说明和要求对水来喷洒,使用非常的方便 当然有机肥中含有大量的有益微生物可以促进土壤中的生物转化 也有利于改善土壤,使得土壤肥力不断提高 而大量长期的使用化学肥料会抑制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 导致土壤板接,土壤的自动调节能力也会下降 其实这两种不同的肥料种类并不互相冲突 反而是互补的 我个人认为有机肥更适于做底肥,积肥 而无机肥更适合日常追肥使用 尤其在作物缺乏营养的情况下 如果及时的补充无机肥 会使得植物快速恢复生长健康 当然坚持完全用有机肥料 特别目前的有机肥成品肥料也逐渐多了起来 对我们这些种植爱好者来说也是多了不少的选择 以上所有的对比还是针对种菜来说的 至于种花,我个人除了冬季在花卉的根部堆放有机肥保温也起到施肥的作用以外 其他时间对于花卉的追肥我都是用的无机的缓施肥 室内花卉因为怕支撑小黑虫而且容易有气味 我个人就不推荐用有机肥了 希望通过对比大家对于有机肥和无机肥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 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仅供大家参考 至于无机肥是否对人体有害,害处有多大 我也不懂,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只是我个人观点在当今这种环境条件下要完全避免也就不太可能了 这个话题讨论起来那就话长了 大家按自己舒服的选择就行了 好了,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